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 许多行业都陷入了寒冬 但是医药以及线上商城却都是疫情期间利好的板块 而有一家公司正好踩在了这两个风口之上 在疫情期间为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实现了资深股价的翻倍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疫情下的线上医疗行业在规模上有了极大的增长 而这一增长趋势仍在持续 根据一些咨询公司的研究结果显示 2020年线上医药的市场规模达到了接近2000亿 而未来几年也会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持续扩张 到2030年时市场规模将接近万亿 随着这一市场的扩张 公司股价的利好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线上医药市场的扩大 并且处在曲胸主路的蓝海阶段 作为行业龙头的阿里健康 能持续获得更多的利好 二 疫情永久性地改变了许多人的消费方式 甚至创造了新的需求 如更多的卫生用品需求 以及特定品类商品的网购习惯 这些都保证了阿里健康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 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更多的医疗需求 但是医疗资源却相对不足的问题 可以从线上医疗等方式找到解决方案 从国家一系列如处方外流 允许线上药品 医保报销等政策的发布 都可以看到政府支持这一行业的发展 四 公司本身财务状况健康 而且身后还有阿里集团的资源支持 官吏层背景契合公司发展需要 具备高速成长的条件 但是我们同样要注意到 公司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的风险 比如前段时间国家的反垄断调查 就使得阿里股价承压 阿里健康也因此受到影响 另外公司业务本身 关系到国民健康问题事关重大 容不得乱象丛生和野蛮生长 因此相关的监管 也会不断地升级优化 政府绝不乐意 再看到一个全新的莆田系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